大家好,我是李船长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走进航海的世界 走进航海人的生活 在11月9号或者是12号发表的那期节目呢 就是靠在码头上的大船 为什么会纹丝不动那一期 给大家介绍了船上的缆绳 那这个大船呢 就是依靠这些大缆牢牢的绑在码头上的 但是一些细节呢还没有讲完 你比如说这么粗这么重的缆绳 它是怎么给拉到岸上的 那再比如说这个带缆绳的先后顺序 这个缆绳如何调节等等 那么咱们这期呢就把这些讲完 聊聊这些 那咱们呢就先说前两个吧 因为比较好回答 那第一个就是这么粗这么重的缆绳 是怎么拉到岸上的 那简单说呢是依靠撇缆 大家看这个就是撇缆 这个绳子的材质啊有一点硬度啊 所以它不容易纠缠在一起 所以呢用它来制作撇缆 那前面有一个重物 我们叫撇缆头 那我们在靠码头带缆绳的作业中呢 是离不开它的 英文叫黑明烂 我们依靠船上的撇缆枪 这个就是依靠气动的啊 直接可以把这个撇缆头打出去 或者你直接用人力 把这根细细的 但是非常结实的 这根撇缆的撇缆头的那一头 打到岸上 那另外一头呢就把它拴在大缆琵琶头 上面的那个小小的银缆上面 然后岸上呢接到这根撇缆之后呢 再利用岸上的动力 比如说插车 比如说这个码头工人的汽车 或者直接人力 就把这个大缆一点一点的就拖到岸上了 然后把这个琵琶头往缆装上一套 那么这根缆声就算带好了 那这是利用撇缆啊 当然你如果有带缆小艇的话呢 那就更直接了 直接把这个大缆送到小艇上 小艇呢再开到岸边 把这个大缆再递上去 再套到琵琶头上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带缆声的顺序 一般情况来说呢 船头船尾都是先带盗缆的 因为实践证明啊 这样做可以有效的减少 大船在靠码头的过程中 在码头边上的前后移动 所以呢现在盗缆 再逐步的再把其他的缆绳全部带拖 那反过来 大船离港 解缆绳 那么盗缆的一般也都是最后解掉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 缆绳是如何调整其持理程度的 先说一下为什么要调整 很简单 因为这个缆绳你太松了太紧了都不行 太紧了就会有拉断的风险 太松了呢 这船就会逐渐远离码头 所以这种时候啊 就是需要调整的 那么造成缆绳有松紧变化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潮汐的变化 那码头边上的大船随着潮水 就会上下起伏 那么缆绳的松紧程度呢 也就随之变化 那什么叫潮汐呢 就是在月球和太阳引力的作用下 海洋水面周期性的涨落现象 这个就叫潮汐 那在白天呢就叫潮 在晚上就叫西 其实完整的潮汐科学研究的对象 是包括海潮 地潮和气潮 在内的一个统一的整体 来作为研究对象的 我们这里只说海潮 一般来说海潮呢 每天涨落两次 也有一次的啊 分很多种 比如说半日潮 全日潮 混合潮等等等等 成因也是比较复杂的 主要就是月球和太阳的万有引力 它俩合成的这个合力所造成的 在每个月农历15左右啊 会有大潮发生 那么初八或者二十三呢 会有小潮发生 潮水的起落 就造成海平面的高度不一样 那这个落差就叫潮差 这个潮差呀 有时候是很大的 比如说中国杭州湾 最大的潮差是多少呢 达到了8.93米 那么加拿大这个更厉害 加拿大有个地方叫分地湾 这个湾子里边的潮差多少呢 19.6米 大家想象一下啊 19.6米 简直恐怖啊 所以呢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潮汐的变化 也就是说潮差了 那第二个原因 就是装卸货所造成的吃水变化 这个很好理解 把货卸下去 那船的负载轻了 船身一定就会上浮嘛 反之亦然 装货一定会造成船的吃水增大 船身呢 就会下沉 那这些呢 变化就造成了揽绳 或松或紧 那还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船体倾斜 导致揽绳吃力不同 那外侧经过大船 所产生的船息现象等等 那这些呢 都会让揽绳啊 有时松 有时紧 这时候是必须要做调整的 使得各揽 受力合理 而且均匀 那以前呢 都是靠值班的水手 定时观察 然后手动一根根来调节 现在呢 就有进步了 在缆车上就发明了一个装置 那这样的缆车就叫什么缆车呢 叫自动张力调整缆车 我们实地去现场看一看 还是走大家所熟悉的地下街 不过这次可不是去打篮球啊 这次是往船尾方向走 一直来到舵机房 这里呢 就是舵机房 欢迎您的光临 我们看这边有个控制面板 是四号缆车的 那其他缆车也都是一个道理啊 我们以这个来举例 这个旋钮 大家看这个旋钮 它是个设置缆生张力的旋钮 一般呢 我们设置为80%左右 然后通过自动控制压力调节阀 以电动或者液压的方式 使得这个缆车的脚盘呢 自动回收或者放出这个缆绳 达到自动调节缆绳松紧的目的 这个整个系统我们叫它 Auto Tension 它的总控开关呢 在驾驶台和甲板办公室都有 比如说吧 我在办公室 然后把Auto Tension的这个总开关呢 给它打开 那么前后的所有缆车 都会处于自动张力调整的这个状态 但是在当地呢 也就是说每个缆车上面呢 还有一个可独立设置的开关 可以摆放为自动的 大家看就是这个开关 我可以把旋钮调到手动的位置 也就是说我随时使得这个缆车 可以处于自动调整缆绳状态 或者是手动调整缆绳状态 那么EMO就是RMO啊 国际海市组织 对这种自动调节缆绳松紧的装置 它的这个使用状态的详细规定 我呢也正在寻找法规的源头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规定 让所有的缆绳都处于自动调整的状态吧 应该有一定的先决条件的 所以有看到这一段的验传师 或对法规有研究的专家呢 看到这一段啊 麻烦你在评论区留个言 看看法规是如何规定的 在这里呢 我表示非常的感谢 基于此 我船现在头尾缆绳 最多使用两根AUTO TAN繩 那其他的缆绳呢 还是处于人工调整的状态 那这就要求值班的水手 仍然需要定期检查 手动调整 至于船在靠里码头的过程当中 人员是如何分配的呢 亚洲公司又与欧洲公司 有什么不同的规定呢 这些问题啊 我们留在下期 好吧 那好 这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 我感谢您的观看了 拜拜 我感谢您的观看